欢迎回来这里是《非财勿扰》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香港金融机构商业 及中国经济培训导师苏京女士 苏老师再次欢迎您 好 谢谢 刚刚我们就谈到了说 今年整个不同的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的表现 我们就看到最近也有一些新闻 我们知道合肥是2016年房价上涨 可以说是最大的 就是涨幅最大的一个城市之一了 所以说我们刚刚过完2016年 我们迎来今年的时候 就出来了一些新闻 我发现合肥的一些地产商 开始坐不住了 不少的一些二手盘开始出现了 降价20%甚至30%的这样的一个 很多人都说是崩盘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您看来的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不会有一些 之前爆炒的二线城市 也会出现这类型的这种情况 合肥的情况 其实的话我们要对比一下 它2016年的年初到现在 在这一年里面 它的房价从一万多一点 涨到了两万多 那这个幅度其实是太快了 然后的话很多居民的自己的 这个购房能力都追不上来 里边投资客的成分很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二手房 二手房的房价跑的幅度 比一手房还要快 还要猛还要高 那么一手房和二手房价格的严重倒挂 那么要么就是一手房拼命地涨上去 要么就是二手房回归理性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合肥 它房价很贵的二手房 是在CBD的地段 那么它很成熟 它有自己的价值 那么房价很低的新房是在新城区 所以它的价格就不能够完全地对比 但是我们也能看得到 就是说无论如何房价严重地倒挂 终究还是要回归理性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一种的大幅度的调节 并不是说普遍性的 很大量的二手盘的业主 都在降价百分之二三十的抛盘 而是个别投资过渡的 或者是资金链断接的 这一种投资客在抛盘 那么所以我们要看 它有没有真正达到崩盘的现象呢 看几个 第一个就是 是不是合肥卖地的时候 开发商都不买了 流拍了 是 第二个呢 开发商不管是在哪里的楼盘 同样的地段的 比如说CBD 一手楼盘它卖的时候 它的价格居然都低过二手房 同地段来比较 如果开发商开盘的时候 都比二手楼盘低了百分之十 那这也是一个房价要快速下调的信号 第三个就是 银行在贷款方面是不是收得很紧 哪怕你把房子降价了百分之二十卖 然后发现银行的这个评估价也跟不上 然后还要再看这个二手楼盘的业主 它大幅度降价的时候 是它原来的挂盘价就根本没有成交过 超出了这个市场 还是说之前成交过的价钱 在原来已经有的市场价格里面 打八折都没人买呢 那这个是有区别的 原来定价一百万 我标价标到了一百三 现在我降价三十万一百万卖 其实我还是升高价 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在看崩盘也好 大幅抛价也好 降价抛盘也好 我们要看具体这个数字的背后代表的意义 所以说不同的数字的话 可能我们不要被一些比如媒体的报道 或者说是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来去吸引到 那更多的话可能我们要看它到底背后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导致出现这样的一个抛盘 或者说一个下跌幅度的一个出现 对 而且我们要是看到不仅仅是合肥 像郑州也有这种状况 就是二手楼盘远远高于一手楼盘 那么我们就要看一手楼盘这个价格 为什么只有一万一 那么但是二手楼盘的均价都到了一万五 那是不是因为都是在新城区的缘故 还是远交的 它这个统计的数据 是不是以周边二手楼盘对比周边一手楼盘 这样去对比的 在您来看的话 就是一手楼的这个价格 还是有重要的这个指导性的对不对 对 这个面粉价都已经这么高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它是绝对 因为我们在香港也发现过 很多帝王拍出来了以后 将来到卖的时候 它并不一定代表就是最高的这个房价 是 有的时候它正好在卖的时候 踏入了一个比如说经济危机 冰冻期是吧 冰冻期 它的价格 它的利润空间就会被压缩 OK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些地产商 他们根据的不同的地段的话 尽管这个地段可能一般 他们可能会是定位为是豪宅 或者说是那种高智能性的楼盘 反而可能会把这个价格会提上去 就比如说像北京的这个大兴区的这个新盘的话 赶定八万多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大兴区如果去到天安门的话 我们大概有 好远 要开车的话就要开四五十分钟 但是当地的话达到八万的这个价格 对都赶得上这个三环 没有三环 四环的这个价格 那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开放厂 它这个定位的这个楼盘的这个定位 也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它建筑的质量 然后它里边的户型 还有它配套的设施 学位等等 学位 对 交通 还有就是它自己提供的这个精装修的这个档次 它用的材料档次里边装进去的这些 配套的中央空调啊什么的 那肯定都会把成本拉上去了 OK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谈一谈 我们叫这个房地产冷却的这个过程 或者说现在房贷并没有出现暴升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不少的一些投资者也开始想这个换房子了 比如说我们知道像深圳 或者说这个北京有不少的这个小产权房 大家也很害怕说 我买这个房子会不会是小产权 或者说是违建的这个产品 对 所以在我们在选房的过程当中的话 特别是比如说不少香港人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澳门外地的人 想要去当地去买房的话 就要蒸大我们这个双眼了 在您看来的话有什么经验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 我们有几个一定要查看的 第一个我们到了这个售楼部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这一个项目有没有合法的土地使用权 然后的话看看它这个预售证 是不是政府给的文件 它这个预售备案 然后我们要查一查 在这里面有没有合资的 而不是合伙的联营的这种银行 说你在这里买了房子以后 可以在我这做贷款 如果银行是不给它做贷款的 一个商品房的项目 我们也要睁大眼睛 为什么银行不肯贷 还有就是买了这个房子 你要问买之前 我是不是可以去国土局拿房产证 那么如果它有土地合法的开发权 有预售证是政府给的 你能够合法的去过户 还可以去银行做贷款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不会是小产权了 可是如果它这四样里面 出现一个状况的话 那么你要小心 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状况 尤其是土地使用钱和这个备案 是出现问题的时候 出现质疑的时候 那一定要睁开眼睛 确实是 那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案例的话 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 比如说有些您的朋友 或者说他们在投资的时候 买错房子了 这样的情况会有吗 最明显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他们去看了一个房子 一个项目 他们觉得这个房子建的 像花园小区一样 也不是一栋两栋 是十几栋 也不是像我们印象中的 就只有十层八层楼 它是几十层楼 也有电梯 又有花园 好像又围起来了 有保安 然后卖房的时候 可以看实景 那么他们就在想 这个房子如果是小产权 为什么这么漂亮 如果它不是商品房 那么它为什么价格又这么便宜 他们就会很疑惑 然后他们在问这个销售人员的时候 销售人员跟他说 这个房子其实我们村委的土地 然后我们建的话 都是大开发商帮我们做的 怎样怎样 但是他就会用他的话术 回避了他的产权 到底是小产权还是大产权 然后会跟你说 我们买的时候 这个价格多么的优惠 你也不需要一次性付款 你可以分期交钱 然后我的朋友就被吸引了 然后回来问我 我说你分期付款是付给开发商 还是付给银行 那么你拿到这个产权 你是去国土局做备案 你是去公正处做公正 你的整个交易合同 还是说另外有渠道 然后他再去问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跟我们买商品房的渠道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一种情况一定要很小心 确实是 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买小产权房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比如说 有不同的产权性质 有军产还有什么 这种产权的话 我们靠不靠得住呢 军产房也靠不住 因为军产房 它本来就是国家给军部使用的土地 建了以后就是给军人使用的房子 那么如果我们买了军产房 其实我们一样是拿不到 我们国家合格的这个红本 那这个房产证拿不到 我们将来要交易的时候 也不能够在二手市场公开的 自由地去买卖 那么凡是在产权上 得不到国家支撑的房子 其实它都是有法律上的风险和隐患的 那我们如果是因为觉得它价格便宜 对 贪个便宜来去买的话 出现法律的风险 你可能就是后悔莫及了 对 而且无法套现 没错 那也确实是要挣大我们的收益 来去买房子了 是 今天非常感谢苏金老师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的收看了 那我们下一期的《非财勿扰》 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